正當全香港電視觀眾,今日迎接一個新的免費電視台啟播之際,高等法院今日再次就香港廣播業作出重要裁決。 香港電視網絡就2013年10月不獲發免費電視牌照到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複合案件,去年4月裁定勝訴之後,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就案件上訴。 上訴庭今日裁定,政府上訴得值。 長達69頁的判詞指出,自從政府在1998年決定開放電視廣播市場之後,已經有一個清晰的廣播政策,就是希望香港有更多電視營運者出現。 雖然是這樣,這樣不代表政府在發出牌照的時候不設上限,因為政府已經表明,不希望市場出現過度或惡性競爭,因為這樣不符合公眾利益。 判詞又說,政府在2013年10月決定在當時的三個申請者當中發牌給其中兩個,就是考慮到市場的持續性。 故此程序漸進發牌和發牌沒有上限,原則上沒有矛盾,兩者是可以並存。 法庭在這方面,是不能夠挑戰政府的政策,縱使香港電視網絡在當時三個申請者中有比較優勝地方。 法庭是無權挑戰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在各個考慮因素的比重。 這是因為法例賦予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權力和責任去做決定。 即使今次香港電視網絡申請失敗,也不代表他以後不能再申請。 因此裁定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上訴得席。 無需理會員還停在去年4月24日的判決,要求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重新考慮香港電視網絡的免費電視牌照申請。 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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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成績表! 香港電視網絡是在2009年申請免費電視牌照。 但政府在2013年10月公布結果時, 只是宣布發牌給有線電視旗下的奇妙電視和電信營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 港市就落選,事件引發群眾上街抗議。 其後港市入品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事隔大約半年之後,即是2014年4月。 香港電視網絡再次申請免費電視牌照。 通訊事務管理局早前表示已完成審核, 並且在今年1月22日向行政會議提交建議。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陽,高等法院報導。 請免費電視網絡再次申請免費電視網絡再次申請免費電視網絡。 稍訊書完全是一連獎的。 amen!